糖尿病是国人位居十大死因之一 每年有将近一万人因为糖尿病的死亡 而且糖尿病以及其他的引发的并发症 对于国人的健康影响也很大 目前有新型的药物可以治疗 同时也能够保护器官 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之一 过去曾经有研究发现 如果病患血糖增加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跟着增加 但如果下降却未必可以减少心血管病的风险 反而是控制体重才是有效的方法 这么严谈台湾血糖控制 其实还是有努力的空间 因为我们糖尿血核素如果以学会的要求 我们要小于7%这样子 那目前达标的话只有三成左右 那我们糖尿病需要血糖跟血压跟胆固醇的控制 那如果都能达标的话 其实都不到两成这样子 所以显然有很长足的进步空间 在以前上个世纪 所谓英国有个UKPDS 这个潜暂性的研究就发现说 如果血糖控制 血糖满上意义的话 最大的血糖秘密会有好处那是以前的研究 不过这好处的话 多半是要几年之后才看得出来 因为现在的新型药物 其实在可能三个月或是半年 其实就有好的一个效果出来 所以等于说除了降血糖的红利之外 好像有另外一个好处 现在新北联谊引进新型的糖尿病治疗药物 不但可以降低血糖降低体重 而且也能降低心血管病的风险 最重要的是可以保护器官 我们知道说我们肾脏会吸收葡萄糖 如果假如有个药物能够从肾脏把葡萄糖排掉 就等于会排出队的热量 那平均来讲的话 就是每天大概可以排 大概80克到100克的葡萄糖 这个热量 所以显现体重会下降 那这样的排泄对肾脏来讲是保护 那最近研究有发现说对心脏 无论是这个心血管事件或心衰竭 有治疗保护的作用 所以这个对病人来讲是福音 也就是他除了控肝之外 他有期望保护的概念 糖尿病照护除了配合医师治疗之外 定时定量进食 以及少油 少糖 少盐 跟避免高胆固醇的食物 另外体重的控制跟适度的运动 也是必要的 记者沈仲林景瑜三重采访报导 3111 挺 Ranch trench的 igmans 20 bizarre